燕姿阿姨 歡迎 心以熱烈的掌聲 今天請歡迎 是燕姿 燕姿你好 好久不見 小朋友們大家好 嗨 哇 燕姿 你很久沒來高雄了對不對 是的 所以你現在看 那麼多朋友來支持 你有什麼樣的感覺 要不要說一下 很開心 我跟妳說今天有很多內地來的朋友 內地來的朋友請舉手 那我們高雄朋友不要輸 很棒 因為其實已經很久沒有跟各位朋友 做那麼近距離的互動 對 而且又是我們簽唱會第一場 搬在高雄 所以有沒有什麼話跟大家講 因為這一次睽違了四年 沒關係 我們慢慢聊 這次 這次 其實做了蠻久 謝謝大家 耐心等待 真的 其實我要問大家一件事情 因為3月8號發行 可是其實大家可能已經有了 是搶先聽 已經聽了很多遍 是不是很好聽 對 因為燕姿你曾經在訪問的時候 說過一句話 就是如果做得很普通的話 再說一張 所以 所以 是你又這樣講對不對 你不是在意思結果啊 反應很普通 結果壞太大 他都只好就是故意說 很普通可以再喝五張嗎 沒有 真的是很棒 因為其實我們電台的DJ 大家自己都互相在推薦 真的很棒 那這次做專輯 因為是跟時間有關係的概念 有沒有聊一下專輯 你為什麼會做這樣的概念 年紀大了吧 這樣講我也心酸 因為我跟燕姿年紀只差一歲而已 沒有 因為 因為之前都一直在做那個 愛情比較多的 就是有點悲情的歌曲 然後 想要做一點 不一樣的感覺 對 而且其實我要說 這張專輯真的很膩 因為包括選舉 然後包括製作 都是自己一手包辦 對 所以 其實 在過程當中 是壓力比較多 還是 就是快樂感覺比較多呢 我覺得比較開心啊 但是做了就覺得很 就是一直沒有很 離開很久 或者他很遠站遠 還好 其實 我覺得所有歌迷朋友 應該跟莫莫甲一樣的感覺就是 我們很開心看到你的四年 過得很快的 然後 然後 就是你有很多生活體驗 就是說去旅行 然後 做料理 然後就是自己做音樂 其實我們看到你開心 我們是很開心的 所以 希望你繼續開心 然後更好聽那音樂給大家聽 謝謝 太好了 那我一定要問一個問題 我剛剛有偷問大家 因為專輯這一次有給大家一個驚喜 就是 但是隱藏曲目吧 OK 第十一首 對 它藏在第十首後面 對 對 可以 偷偷透露一下 這首歌如果說你會給它 再取名的話 會取叫什麼名字嗎 就十一號 就十一號 我一直想說會取一個改變啊 因為歌詞也一直不斷起到 對 可是我覺得這首是特別為歌迷做 就是 旺的歌曲 因為我覺得 像歌迷就會覺得 哇 我聽到首歌好感動啊 可是我又覺得 可能被歌迷就覺得 然後 就是一個花招這樣 就是可能一路來的歌迷 會覺得 會 會 感受那個 對 對 對 沒錯 因為其實像我們自己啊 我們也沒有搶先聽到那首歌 就是DJ而言 我自己在聽的時候 因為有時候 你聽完了以後 聽完第十首 你是不是會習慣按Replay 然後就從第一首開始聽 結果就是 你要就是讓它停下來 過下的歌 它跑出來的時候 真的嚇一跳 如果你還沒有先看歌 是什麼的話 所以其實真的是驚喜的 對啊 那另外還有一個 我相信有多歌迷朋友 跟我講 一樣也是有這樣的感受 就是聽你的歌 有很多感受 還有很多的感動 是自己去解讀的 對 那你覺得 在這張專輯裡面 讓你最多的感受 你有情感的話 是哪一首最多 再問一次好不好 就是 我們在聽你的歌的時候 會自己去解讀一首歌 然後 例如說 這首歌讓我覺得很感動 這首歌讓我覺得很感傷 那你在做這張專輯的 十一首歌 讓你覺得 最多的感受是哪一種 很嚴肅喔 就大部分還是 像現在的主打歌 當中葉子很晚 然後 因為它就是在這樣 好像很多東西都變得 好像變得那麼的燦爛 那麼的 對 褪色的感覺 對 然後有時候你會覺得 它 現在是 為什麼會這樣 所以 其實它只是因為 因為時間 對 所以 還是 最重要的是 我們如果愛婚那種 還是 我覺得是最重要的吧 對 就是你看 過去就覺得 還好有很多 有這些 那麼多的回憶這樣 對 真的 那其實過去你的十張專輯 給大家那麼多回憶陪伴 我剛剛有告訴大家 就是現在 燕姿回來了 是時候專輯 希望可以大家一起創造新的回應 好不好 好 那接下來呢 我們要進行大合照時間 OK 燕姿可以請你 背對我們歌迷朋友 來拍一張大合照嗎 好 歌迷朋友相機這時候放下來 你們要跟燕姿合照耶 頭身長一點好不好 好 手上的專結舉高 好 好 請大家一起往前看 露出大大的笑容 是時候天子燕姿 好壯觀喔 好 好 好 也謝謝我們媒體大哥 謝謝 謝謝 好 謝謝 注意安全 注意安全 好 那我們謝謝燕姿 那我們主要幫大家開始簽名好了 對 好 謝謝 謝謝 請燕姿就座 同學們注意安全 我知道你們很興奮 待會大家都可以上台跟燕姿做互動好不好 現在呢 請大家按照你的號碼牌的順序準備來排隊 我們今天幫大家簽名簽的就是專輯的封面 我們是時候全省場簽會正式開始 要準備幫大家來簽名囉 來 上台之前也先把你的號碼牌準備好 然後提醒你 我們上台之後是不能拍照不能拍照的 所以呢 你上台之前一定要記得把你的相機收起來 好 準備直接上台來 謝謝 因為太久不見孫燕姿了 有什麼話想跟她說的時候